三角轴行动手游的最新消息 我们所有人都理解错了三端一体 对于前些天我分享的最新的三角轴行动手游画面中 有很多人对端游手游掩体和细节的区别产生了疑问 虽然手游要尽可能还原端游 已经最小化细节的区别了 但是一点点沙带也会限制射击角度和掩体 到底该怎么平衡呢 抱着此想法我去询问了一下 结果 尼玛三角轴行动的三端一体指的是三端互通数据 而不是三端跨平台对战 什么是互通数据呢 就是手机和电脑的角色共用一个进度 打比方你是电脑玩家 你可以随时用手机整理仓库 或者你不在电脑前可以用手机跑两把刀 而没有电脑的手机玩家呢 有空了也可以去网吧玩玩体验 高化质的同时也不用担心重新练号等等 不过仔细想想 的确官方从来没有说过可以手机打电脑 只说自己要做三端游戏 是我们误解了 真开启手机打电脑那B端可不要太多 先不说电脑性能就比手机高很多 手机玩家从操作上对比电脑玩家就是劣势的 不过也有一点好处 远了看人贼拉清楚 而电脑玩家则有着整体更舒服的体验 高帧率剑鼠操作 虽然说高化质会让你有一些观察缺陷 但总体来说还是电脑玩家更占优势 还有一点 手机玩家他有声纹啊 你真把声纹移除了 这手游门槛高了 人少了对整个三角洲行动也不利 至于给电脑玩家加声纹 那多少有点魔幻操作了 虽说隔壁某个模拟器端游是怎么干的 三角洲行动目前手游和端游都是独立开发的 并非谁一直谁 只是共用一套美术资源和游戏设定 两者都追求自己平台的最高品质 就单我个人想法 不论是从平衡上还是优化上来说 都是没必要 完全没必要 而且目前这么做的游戏 用猪体数都数得过来 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对这个功能的看法 那么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获得更多三角洲行动端游手游的资讯 求一个三连加点赞 拜拜